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593集,变异的元神 吞下太古雷龙这种事情,即便是天运子等人也丝毫不敢 因为这雷龙不比其他太古之兽 传闻中,太古雷龙乃是自雷中运化而生,是天道的宠儿 在太古时期甚至有一段时间,曾替天道行驶雷的力量 吞下这太古雷龙,不亚于是吞下了满天之雷 修士的元神岂能承受如此雷威 但,富贵凶中求,道远险中取 凶险的另一端,便是无尽的机缘 王林的元神被雷龙之光环绕 在王林的肉身内形成了大量的雷电 轰隆隆之际,王林的元神之内居然也带有了一丝雷光 他的元神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中,进行着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一改变,或许对他的修为提高并不明显 但是却对王林未来的道路展开了一幕无尽的画卷 元神运雷,这一等元神即便是以天运子的见识 也是从未遇到过有修士可以达到这一点 元神内的雷龙剧烈地挣扎,牵动王林的元神 他没有屈服,而是展开了反击 王林肉身,头发好似被牵引一般飘起 阵阵雷光顺着发丝游走 飞快地散及四周的石壁中 他体内的元神更是充斥着雷电 太古雷龙的不屈服 使得吞噬的过程充满了凶险与危机 雷龙在元神内不断地挣扎 越是挣扎,其散发的电光便越浓药 强大的电光使得王林元神处于一种即将崩溃的边缘 若非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定,生生硬扛 此刻呀,定会元神消散 王林元神默然睁开紧闭的双目 眼内仿佛如太古雷龙一般射出阵阵电光 他有种预感 若是元神继续留在肉身内 那么肉身呢,怕是会受到直接的波及 导致生机灭亡 他一冲之下 元神从肉身天灵飞出 脸上露出一丝果断 右手毫不犹豫地直接伸进体内 一把抓住如经脉般的雷龙 一拽之下,立刻便把雷龙拽出小半截 雷龙的咆哮咒然而起 带起大量的雷电,顺着王林元神散出 落在四周的墙壁上 发出啪啪电光之声 抓出半截雷龙 王林元神寒芒一闪 左手一挥尖脑,便有大量的禁止出现 一一烙印在了半截雷龙身子上 做完这些,王林松手 随后再次伸入体内 又一次抓出另一截 不断地留下禁止烙印 以外力配合元神 一边封印一边吞噬 如此周而复舍 也不知过了多久 王林已经彻底地沉浸在了融合之中 浑然忘记了一切 他的肉身渐渐失去了光泽 慢慢地萎靡下来 但却并未死亡 而是处于一种轨迹假死的状态 以便保持生机的不流失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一天呢 王林元神内的太古雷龙 挣扎的动作已经不在距离了 但仍然还在挣扎 只不过呀 在这一整条雷龙身上 数之不尽的封印禁止 密密麻麻在旗上 不断地闪烁 形成一片片叠加的龙林 王林的元神 在这岁月的流逝中 渐渐地缩小 其整个身子最终化作三尺高 好似修饰的原鹰一般 虽说变小 但其上却是散发出灵力的雷威 整个元神不再是之前般的晶莹剔透 而是散发出无尽的电光 好似有万条银蛇在游走一般 王林睁开了双目 四周传出轰隆隆的雷鸣 两道闪电自其木内冲出 好似游龙直奔裂缝外而去 消失在了漆黑的虚无之中 元神飘起 渐渐地来到肉身旁边 王林看了一眼自己的肉身 眼中雷光闪烁 透出好似轮回般的冷漠与微压 他的肉身呢 肌肉几乎全部萎缩 整个人完全是皮包骨 好似一具骷髅 若非眉心中一点生机尚存 这肉身呢 早就成为了死尸 元神飘至肉身头顶 渐渐地融入其内 只不过在沉入之时啊 他感觉到一丝隔膜 好在这隔膜呀片刻消散 使得他元神成功地进入了石海 刹那间 雷光从王林肉身内透出 在全身游走 他的肌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快地恢复 瞬息间便恢复如常 只不过与当年相比略显消瘦 王林深深地呼出一口灼气 这气息是灰色的 吐出后 其内居然也蕴含着雷光 他的双目如同闪电滑过黑夜般的明亮 其内露出深深的思索 此行很险 但收获却是超出了想象 也不知是好是坏 元神被彻底改变 好似被铜化了一般 此刻 我的元神更像是一道天雷 王林眼中沉思之色更浓 他抬头目光顺着裂缝向外看去 元神化雷 套也有趣 现在想要毁我元神 怕是等于毁了天雷一般 此番机缘 虽说修为仍然是问鼎出气 但却带给了我雷的力量 王林抬起右手 旗上雷光闪烁 很快便形成了一个雷球 这雷球那样传出烹烹之声 好似爆破一般 显然其内并不稳定 片刻后雷球崩溃 王林目光一闪张口便吞下 脸上涌现一丝红润 渐渐的恢复如常 只是我现在的元神到底是什么呢 王林脸上露出迷茫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昏下那半截龙啊 居然使得自己的元神有了如此诡异的变化 雷龙并没有被他彻底吸收 只炼化了五分之一 其余的部分被他封印在了元神内 沉默少紧 王林一一尝试自己的神通 所有的神通全部都可以使用 就连道化黄泉也是依旧 至此王林才松了一口气 但立刻他便感受到了一丝不同 神通在施展的时候啊 尽管表面上与之前没什么区别 但若仔细感受 却是可以隐约的发现 其内蕴含了雷威 一丝很强的雷威 王林皱起眉头 神通被增强 这本是好事 而且这强度啊 绝非一丝半点 以他现在的神通 在问鼎中期中啊 也能占据凹头 配合法宝即使问鼎后期 他也可以一战 但王林总是感觉有些不对劲 好像有什么事情被遗忘了一般 他沉思许久 那种感觉始终存在 站起身子 王林走向裂缝口 外面一片漆黑 阵阵呼啸的犀利之音啊 好似鬼哭狼嚎一般传 越是接近出口 这声音呢便越是距离 望着裂缝外 忽然 王林脑中好似闪电滑过一般 他想到了为何会有那种不对劲的感觉 我自己的肉身为何刚才融入时 会有那种隔膜 王林面色极为难看 散魔之魂同样在他原神内被封印 不可能出现夺舍的情况 而且肉身的样子也不像是被人夺舍 问题看来是出在我的原神上了 王林原神一动 他准备再次出窍 但立刻呀 他神色一睁 原神不能离窍啊 王林立刻后退几步 盘膝坐地 尝试了数次后啊 他睁开双眼 墓内没有黄腕 而是冷静的沉思 还是那尊隔膜把原神阻拦 无法离开身体 莫非这便是原神变异后的代价 王林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唉 罢了 此时不去想 且看看那令牌到底有何渗透 居然从雾内凝醒 王林一拍楚代 手中立刻多出了一块紫色的令牌 这令牌啊 通体紫色 但其内却有一丝金芒透出 交错之中颇有一丝紫金质感 就连触及手中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这令牌上似目飞目 似金飞金的奇异质感 这星空太大 没有人可以认出全部的失误 对于这令牌的材质 王林没有研究 而是仔细地查探其外表 在这令牌上有着一些支离破碎的符文 他们分布令牌表面 沉吟片刻 王林神识探入其内一扫 脸上顿时露出古怪之色 储物 令牌内独有空间 只不过这空间那样充斥着紫色的雾气 虽说如此 但的的确确是一个可以储物的器具 其内只有一样物品 那便是一把剑 此剑并非是仙剑 而是剑销十二剑中的一把 稍加思索 王林便已经料到 这剑定是来源被困住雾气内 随着雾气消散祭祀令牌的那个大罗剑宗旨 不知何种原因 剑被吸收进了这令牌内 心神一动 此剑从令牌上飞出 刺在了一旁的地面上 在令牌内的空间中仔细地查探一番 最终王林收回神时 望着令牌眼露沉思 这令牌除了材质之外 没有任何出奇之处 若非亲眼看到它是由雾气所化 很难想象此物 便是让天运子 林天后 血族等人 为之抢夺之物 这令牌是开启洞府的关键 四座虚府唯有全部打开 方可开启进入那最终洞府的大门 按照姚希学所说 天运子等人并不知晓 这第四座虚府的存在 但血族却是知晓此事 我拿到令牌之事 陈龙之想 贪狼之想 但陈龙没有看到全部 如果我是他 也定然会认为最终令牌 会被贪狼枪走 王林眼中露出奇异之芒 他低头再次看了一眼令牌 毫不犹豫地张口吞下 把其包裹在了原神之中 雷光覆盖其上 使人看不出端倪 深吸口气 王林收回目光 看向裂缝外一片漆黑之处 脸上露出苦涩 即便是得到了令牌 又有何用呢 被困在此地无法出去 瞬移不用尝试 狡猾如贪狼等人 都始终没有施展瞬移 可见其内端倪 就是不知在这里 能否进入我的洞府内 王林双目一鸣 一拍楚代 立刻手中多出了一块水晶 许久啊 王林轻看 把水晶收回 苦笑地自语道 无法开启 他沉默片刻 打量四周 这裂缝不大 只有数丈 一眼便可以看到全部 少请 他站起身子 来到了裂缝口 外面的吸力始终不断 稍微往前那 便可清晰地察觉 甚至身子都隐约有了被吸扯的迹象 王林退后 目光闪动 不知文兽此事如何 他有主意前辈 他与贪狼一战 结果又如何 不过即便是他胜了 怕是也不知晓我身在此处 毕竟这个位置 就算以他的箭矢也无法施入 他抬起头 望着上方的岩壁 身子一晃 尝试土盾进入其内 但他身子刚刚碰到岩壁 便立刻生生止住 沉默片刻 王林落在地上一拍处带 拿出棕魂帆 从其内取出一个魂魄 直接扔向岩壁 随后啊 目光炯炯地看去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